索羅斯勁國三神仙,顧日英上賺78億 最近日英狂跌,當日本人仍未感受到日圓變值的好處時 基金大額索羅斯已經憑日英跌賺了一大筆 外地有傳媒收到風,說去年11月起 索羅斯旗下的對沖基金已經開始沽空日圓 至今上賺10億美金,等於78億港幣 起碼要中156次新春金多寶才能代到這麼多錢 這筆利潤剛好評了他1992年,顧爆英鎊一戰的紀錄 一手推低日圓的安倍晉深,都是12月尾才上任做首相 索羅斯在他坐正前已經落重注顧日圓 眼光好到可以叫他做生純仙 報道還說,他現在拿著的日本股票佔基金規模一成 看來索羅斯真是很相信安倍 第一日圓跌,開心的又怎知索羅斯 還有一眾喜歡去日本的香港人 大家去購物,更加暢快